第一波内阁人士公布里面没有郑文燦的时候 节目上就有一个人跟我说 哇 郑文燦不只是没前途而已 他可能还会出事情 这个人是谁 后来想到谢龙杰 龙杰仙 我现在是先级的 先级级的 我就马上传给他问 今天好几个议题 都是龙杰仙的专业 刚才一张一样 最深入的分析 因为当郑文燦被司法带走 那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想有一个人 我记得我节目上有一个人 就直接预言过这件事情 当所有的第一波内阁人士公布里面 没有郑文燦的时候 节目上就有一个人跟我说 哇 郑文燦不只是没前途而已 放两宫而已 他可能还会出事情 这个人是谁 后来想到谢龙杰 龙杰仙 果然是先级的 先级级的 我就马上传给他问 我的逻辑 因为我比较理解赖清德 他做事的手法 看起来点点 但是他吃三碗 我告诉你 他做手段也很索 但某一个角度可以肯定他 他在民进党也算是姑鸟 比较没有利益的盘根错阶吗 一路走来确实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会夸他 很多男女的朋友都还会骂我 你怎么跟你说 我不是啊 他真的这部分 因为你监督他 我们强力在监督他 包括意识形态 包括他主张台独 我们多么严厉 包括他做错事了 他纵容部下或什么 这个都可以 但是他真的没问题 你不能认为民进党 说有哪个白白 不像你会骂 对不对 那人要怎么教孩子 所以有时候在这一块 我一直经常在讲 在民进党里面 他相对比民进党 其他的人干净 这是我真正 真面子轻定 所以他启动 政办政文灿 我确实给他按个赞 我上个月问了法务部长 我说那么多的黑金 官商勾结的案子 你们到底办不办 法务部长讲得很含蓄 我们有分案 那我上个礼拜二问 卓院长 我说他中 官商勾结那人家 尤其太阳能光 你到底有办吗 我已经讲过 过去八年的官商勾结 跟卓内阁无色 但如果你不办 就是包庇 他闪钉结结 但台南的议题实在是 我们大家都问 台南怎么了 台南黑金八八枪 议长汇选 然后现在在开枪 当人家的家门口 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大咖了吧 就这样当街行刑式的枪决 然后完全知道他的行踪 然后他的路径 直接这样开枪 连开11枪 后来转一转 警方在研判 至少身中6枪以上 当场后来就身亡了嘛 那后来还在这个附近 发现了被烧毁的枪 车子 里头还有枪支 这到底台南是呀 怎么回事 这个手段就是要 置人以死 就是一定要让他 就要把他做掉 那应该是相当理解他的作息 这种治安的败坏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从八十八强开始 你看我的故乡 它本来是一个很纯朴的 古都呢 我们就是等着假日观光客来 就你们中北部的朋友来消费 那大家忙于市井之间 做做小吃啊 做做糕点 来招待这些外客 盈利啊 他赚的不是大钱 但是我们很朴素 很多北部的人到南部生活 就是说因为台南的生活步调很悠闲 所以他喜欢到那边走一走 几成何时 当有了光电下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各位你们一直在讲 听我们讲光电 听到都烦了 可是你不了解 我也是刚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嘛 那壮壮光电嘛 对不对 那政府能源政策转向 反正各地都要找光电来做 来补足电的不足 不知道说这是光电用的 我们台南我的故乡 我总的变成全国第一名 我们台南市的光电 占了将近40% 全台湾这么多县市 好就算北部少 我们从中南部往南去 我们光一个台南市 就占了全部将近40% 我礼拜二问经济部长 我说你的故乡 你有没有再回去 他冰冬人 说你回旁边了 你看看 你竟然跟我们银头赶上 你们那边也慢慢 逐步严重 你都看到了 为什么还要放任 这个能源政策继续 就是这个光电来到 那是几千亿加上几千亿 对一个纯朴的台南来讲 我跟你讲 就是大家 喝到溜费 惊喜买 没人在脱价 我们卖个糕点 卖个大门 卖个碗粿 我们一天是赚个多少钱 吃三餐饭了 到几千亿了 现在大家都在装电 不用装产了 装粿 就这样来 这样就可以 你想想看 同样的单位时间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成长 别人 别的城市的好几倍 因为我们的审查 跟核准的过程 有一套特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